叫好禮哦 叫好禮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专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每一个孩子都有叛逆的时候 孩子的妈妈都在丹太阴回头 要怎么教育才是最好的 是需要核心的功课 我们今天的主角 黄翠玉世界 在菜籍和生心眉眉 他们的好心在青春期的时候 让他们很烦恼 因为他在赛道派朋友 吃婚 烧帕是常常有的事情 做一位妈妈 崔玉世界 要怎么来面对这个抗担呢 我们就快点来看 今天的告诉我 谢谢就躲在厕所里面哭一哭就好就没事了 然后只把眼睛洗干净就好就出来 还是要笑笑的啊 不能把这个不好愁眉苦脸 带给周遭的朋友 都每一个客人到我们店里面去吃面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笑容一对 因为路要走才会到 苦要受才会消 因为上人这一季静之余 所以说 每天只要洗完脸 我面对群众的时候 还是一张笑眯眯的脸 因为你没有全力把这个苦带给别人 但是你一定要充满着希望与期待 早安 好吃啊 早安 1.7點半開吃後 翠玉師姐的香氣都沒聽過 在這個菜市場的麵田 雖然只有三種大衣 吃過的人客都一定會帶回來 經常笑咪咪的翠玉師姐 都可以把每一個人家教她的口味 都記得她淺淺淺淺 妳要洗掉嗎 我 我要倒菜 好 師姐妳是洋蔥不用冰的要兩碗 湯的嗎 兩碗要怎麼搭 一湯一乾 要硬面先不要加醋 對 那個小碗 不要搭碗 要燙芥菜嗎 這樣我給妳用煩雞 煮綜合的好了 OK 這邊吃的客人都是吃素的 沒有 百分之九十都沒有素 幾乎都沒有素 因為我都會問 對啊 甚至少沒吃素都肯定在我們才吃 吃關係 因為我要讓她吃素 沒有感覺在吃素的感覺 對啊 十三年又一個都有 因為我被老闆壞掉 我在台中地方法院的餐廳部上班 為了要回到法院做志工 那種都做七天的嘛 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不好意思 我要幫妳請教 結果老闆就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被壞掉了 壞掉之後 我選擇當志工 第七天要回來的時候 我就跪在大殿裡面 請菩薩給我一個答案 回來之後又接到媽媽的電話 媽媽告訴我 唉唷 阿嬤這樣啊 不然妳自己做啦 就媽媽的鼓勵之下 還有師姐的幫忙 剛好找到這個攤位 因為我覺得賣素的 就是收一個解好緣 還有一點孤雷我們社區 包括他們做生意人孤雷吃素食 所以我很愛兒子 待會兒傳一場 但是我說 我們不是在乎錢賺了多少 在乎妳對這個社會 做多少的貢獻 我堅持要賣素的 我本來我做了印刷材料 我做了二十幾年 那就為了佩兒師傑 就要做素食 然後就把運刷材料結束掉這樣 如果說早上部分 就是六點多 就要來開攤子 拍子之後 做到下午 一點半 對 十二點半 收攤收到差不多 將近兩點 下午稍微休息一下 晚上就是 持續的工作 或是就在家裡 準備隔天的東西這樣 因為我們平行菜牌到晚 要到10點外面去 這是民仔仔做生意要用的 我小時候在嘉義鋪子鎮 我婆婆做小孩 我去做小孩的時候 我媽媽生六個小孩 上面有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哥哥 然後那個哥哥都一直讀書 姐姐他比較不喜歡做工作 媽媽做的通通做沒用 那當時做小孩就都要去拍照 要去再噴氣 所以我自小的陽城 我很會做工作 對 對 因為從小爸爸就是 我家就是在賣那個 賣餐飲的嘛 小孩 十七歲就看爸爸這樣做做做 看怎麼做 我自己本身說這個也是我 但沒有興趣 有點興趣 因為苦過來的孩子都很珍惜 那個有機會賺錢的機會 所以很認真賺錢 像我們做一種生意都算獨秒數 所以你如果真的不擠的話 你真的你 會工作會越壓越多 而且可能也沒有那個耐心在那邊等 因為我在做雅琪 那時候還在九歲 才二十幾歲而已 那個愛慕者非常的多 都塞紙條給我 吃麵吃吃放在那下面 那下面 不然爹地那個 爹地那個晚輪這樣 都跟我約時間 可是 那個時候 我一直不想結婚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這個家需要我 我們娘家需要我 我們爸爸跟我們爸爸是很好的朋友 到了二十六歲的時候 我的婆婆 這個婆婆去我們家 去我家 看到我媽媽第一句話講說 你們阿嬌來學問好嗎 我媽媽跟妳運好 我才不會去給我媽媽嫁就好了 真的耶 所以就這樣子 原定了 好加在喔 師兄很好啦 說真的啦 不抽菸不喝酒 什麼都沒有壞習慣都沒有 他也很高興 他很高興 哈哈哈哈 過去這一年外來 大喊好心盡容 每一天都會去打 為到三天北部做生理 不然是北部的好幫手 開朗的個性 也是人家可以開心過 過去有幾十年的時間 一中來不要到三天 每一天好像不可以出頭 常常省到不記得回家 讓媽媽很歡樂 老菩薩小朋友很愛牽牠 那小朋友 到這裡就是哥哥抱抱 老人家來玩很愛牽牠 沒有 他從來 我在這邊賣十三年 他從來沒有來看過 後來就是因為剛好工作到一段落 我也想說 表白媽媽一直想要退到幕後 想要退下來 所以我請牠回來 老婆說 你做看看 你們做不好 不要勉強 因為我個人的 睡眠不一樣 沒有想到 一國的度過一國的 竟然做了一年又 一個月了 三個月了 我老爸昨天去掉點滴 我老爸昨天去掉點滴 可以接一下 喝咖啡喝到心計 然後老爸又去當義工 全部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快哭出來了 媽媽掉點滴掉到三點多 老爸媽媽也是有年紀了 兩個 之前前陣子又常常輪流 那個身體輪流出狀況 一下子那個投影 一下子那個想吐 然後去年的時候就想說 就把工作遲一遲 回來幫忙比較實在 該玩的都玩過了 沒什麼 以前 就只是一種快樂的感覺 過了就沒了 對 不能說都不快樂 就是很快樂 那種感覺是 短暫的 就常常做一些壞事 這樣子 對啊 那總是會怕別人 會來找麻煩幹嘛的 對啊 現在這樣子 蠻不錯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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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時候就是皮嘛 對啊 就從以前就不愛讀書 出去玩 然後晚一點回家 就會被修理了 以前我們就是家教很嚴 對 家教很嚴 然後就從國小 然後甚至媽媽就是 你出去玩的什麼時間 她就會把你局限住 什麼時候回來 不回來就是怕 我說有時候皮球打得越大力 她會彈得越高 媽媽就是怕我上了國中以後 然後又會跟那些同學 又加過丁 就想說把我轉到 比較四區的學校去 結果她沒有想到 這一轉完蛋了 我的世界往外去了 認識更多人 跑更遠 對 然後從那個時候 國中開始 假日嘛 跟朋友出去 就覺得外面的世界 比較快樂 如果再加上國中 人家講的什麼 叛逆期 就認為朋友都很重要 什麼意氣相挺那些的 就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到高中 一直到當兵 當兵的時候也是一直玩 我在金門當兵 回來休假十五天 十五天幾乎都不在家 對啊 然後這個是 這輩子對我影響最大的 我的阿公 也是因為阿公的影響就是 嗯 也對啦 不應該讓人家那麼操心 阿公半夜四點還在樓下等我 你現在才回來啊 大家好 半夜兩點 我在睡 那時候我婆婆還沒來到我大聲 我在睡樓下 我在睡一天叫媽媽 你辛苦一千塊嗎 半夜兩點 我不給他行嗎 我不給他的時候 他如果去外面做不好的事情 要怎麼做 當我婆婆很調查 他說兩千好嗎 兩千好嗎 這樣我跟他說 你不好學不會開喔 現在一眼問 哭他就出去了 我就煩惱了 我等一下整天都沒睡了 煩惱說 這小孩子不知道去做什麼事情 沒有這樣 每個媽媽 孩子在肚子裡面 都不曉得他是醫生 阿伯做醫生還是在买病的 你都不知道 真的你都不知道 你當你肚子有孩子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未來是什麼 我抽到大獎 因為大獎很好 因為老天爺給我這個使命 好替他讓我做小孩 所以我才有辦法克服 或許他給別人當孩子 早就被他放棄了 對啊 阿伯說 你如果要小孩 乖你要乖 阿伯說 那時候我是都把自己放棄下來 因為我感覺說孩子是比較壞 不是說很糟糕的孩子 會啊會自責啊 怎麼說 因為會覺得說 嘿 我是不是教育方式不對 還是說 我的過去生是不是做的 對不起人家的事情 這樣 會覺得說 喔 可能是 我自己過犧牲做得不好的樣子 卡在那個也就是 就是都把錢花光了啊 都吃完了啊 就整天就是 往外跑 就是花錢 就是去吃好的啊 幹嘛的 改裝車子啊 然後改裝音響啊 什麼的 然後再一次的 意外之中 才讓我發現 就是朋友中的義氣 其實也是這樣子啊 不過買一台車子 然後就是借朋友 對 然後朋友就是把我開出去 然後跟人家插撞 然後後來事後還嫌說 是我那台車子的性能比較差 對 就讓我這件事情 我就慢慢去想 我跟你朋友那麼久了 然後 你們這樣對我 對啊 就從那時候 我就開始慢慢在收心 收心收心 把自己關在這裡三個月 就這一間 三個月 我就不想跟外界接觸啊 手機也都關機啊 幹嘛的 對啊 就是不想跟那些朋友接觸到 一直玩電腦 看電視 對啊 然後他們吃飯時間 我也不敢下去 不敢去面對 其實我覺得那個朋友 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發 對啊 今天我不會怪他 我反而我還要感謝他 可以因為這件事 讓我去想那麼多 我說的就是說 看我被銀行那個循環利息 壓得快傳不過氣 然後他就說 既然這樣子 我就幫你先還掉 那你在每個月 從工錢裡面扣 然後就是去他那邊工作這樣子啊 就這樣 我就開始 慢慢慢慢的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那以前他都是會 在他面前走好走去啊 阿嬤的頭就會跟著擺動 現在沒辦法 就 就 就都一直在退化啊 喔 喔 喔 阿嬤 小時候跟阿嬤感情好不好 阿嬤很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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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以前小時候住在那個工廠那邊 都是阿嬤 就帶著去買冰啊 什麼的 都是阿嬤在帶的啊 其實我很感恩 我的婆婆怎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喔 我在醫院當志工喔 醫院志工跟病人 只是30分 20分 我們就要換病房 那也不敢一直走路啊 阿可是婆婆在這邊24小時 日式休息都在跟我做生命教育 真的 我真的很感恩她 就開始有在工作 才敢結束這個飯桌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阿公 阿公還在啦 阿公還在啦 阿公以前就很 很有那個威嚴 然後我想說 嗯 最不好勒 後來就是慢慢有正常生活之後 才敢下來 跟他們做一起 不然吃飯吃到一半 被人家扒下去 那種感覺應該是很不好 喔 我知道她喔 冠裡面冠要到差不多半年 我太太也不講啊 那個之後喔 那個頭髮沒有去剪都長長的 啊 呼吸都沒有刮長長的 啊 那個衣服都黑的 我很害怕 我又拜託他們 他們一個朋友啊 他們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說 欸 拜託你幫他 你幫他開導一下啦 這樣啦 阿今天我很感恩 我小姐就是說 他真的是我兒子的貴人 啊我也很感恩我的公公 因為我的打光很好耶 我說的 我的小孩不接受 我公公的小孩會接受 我會覺得說 我以前一年去做一個 他也要發派對嘛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很感恩他 第一就是說 他就是發胖起來 我去買衣服 人買這個的時候 我當中我一本持續月刊 我就總要跟他說 老闆娘 你能找我看嗎 這樣啦 喔 看了我就很感動 我說 好 我要加入會員 啊 第二個感恩就是說 因為他讓我更懂得 齁 在人生的路中 齁 不要 盡求完美 你如果說 口氣對外 對小孩外 有時候孩子 一轉頭就離開你的 啊你就是要喝奶 做伯母的人就是要喝奶 再來我感恩說 為周遭的貴人 成就我的兒子 我們隊長齁 吳師兄 我的隊長說 拜託你盡量機會 好 然後我為你兒子去做 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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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這麼大牌 那你怎麼會開 多練習就會了啊 是為了戰環保嗎 對啊 滿好玩的 也就是從去年回來麵攤幫忙這樣子 下午才有時間來幫忙做 嘿 就是要感謝老爸好嗎 有這個機會給我啦 我如果沒有回來做工作的話 也沒有這個機會結束這種環保的區塊 把一些比較不方便 載出來分類的 我們就下午有空就出來跑一跑這樣子 所以還感覺還不錯 而且師兄師姐啊 五六十歲啊七八十歲也都在做啊 為什麼我不能做 對不對 要求別人家更有力 對不對 扛東西也更輕鬆 那就是我們來啊 我們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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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全部啊 做回說二十年了啊 二十年了啊 二十年啊 七十九年 上人開始以後 就開始做了啊 一個如年 coord式 讓 curved 兩個 我的歌 兒子 怎會 出來 真的嗎 能 你要真的嗎 這一十五年了啊 我健碩 謝謝 把冰藏心看待一下就好了 劍龍喔 他小時候啊 小時候 他在讀書的時候就看到現在很大了 他 哇 大轉變 大轉變 這個孩子可以真的就是上軌道了啦 可以這麼講 今天也要就是很感謝師傅 拉我一把 讓我回歸到比較正常的生活啦 我開始出來做義工 就是他帶著我每天這樣子跑 沒有每天啊 就是固定禮拜二 禮拜五 然後先就是坐他的車 先跟他的車 他開幾次給我直到路線 再來就是我出來開這樣子 我都用一些師兄啦 他們以前的壞脾氣怎麼改啦 這個劣勢啦 來講給這個劍龍聽 甚至於有人在人品當中啊 為什麼很苦 生活很苦 然後呢 我們慢慢勸他走出來的人 這樣子的故事呢 來讓建榮也曉得說 某一位某一位的師兄 他們有能走出來 我也要跟著走出來 今天我要煮生草 蜜蜜豆 還有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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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所以我煮的點心 幾天都特別愛吃 因為我85年就開始當花蓮醫院志工嘛 我一直都去思考的美麗 那時候聽說一句 我跟你們做主席 永遠無休會 那個時候又碰到孩子在叛逆 我一直在打溫號 上年你說的那是真的 為什麼期待這麼多年還沒有看到好的現象出來 但是我堅定信心就是說 孫子我絕對相信你的話 蜜蜜絕對相信你的話 你給他看他們做到 我覺得他的本質很好 有一次他小的時候 我跳過渡蜜蜜 不小心跌倒 跌倒我們兩個就是 就是前面弟弟後面是他 然後我們三人同事跌倒 跌倒的時候他就漂亮 我來教他媽媽你有沒有怎樣 那時候那家差不多六七歲而已 對 他第一個就是先關心牌 他說謝謝 好 以前環保剛才我跟邱師兄兩個在做 有時候做到四 十一點也不夠 現在沒有想到在這裡做環保 有的都對這裡自己來 有的聽人說 聽人說自己來 很感動 那不是有這幾天 我哪有辦法說 有這麼好的一年 可以把環保做得這麼好 來啦來啦來啦 來來 吃涼的 你都沒有什麼 這台做不到 面對自己的孩子 做北部的總血炒環 小姐說 小姐回頭這幾天 她已經等十幾年了 她不求小姐賺大錢 只希望她的靈性是怕精度 讓人安慰的是 賤榮也不讓媽媽失望了 現在小姐最期待 就是這個所有生命的生理 可以繼續團下去 草根普提很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íb� then 好是 下了一下 來了 ie如今下 怎麼會這樣 生しゃ 還有 好,再拍一張